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TypeScript 今天的标题呢 大家请看啊 箭头函数 对 一说到箭头函数非常的人气啊 最近不管是哪个框架编码中 咱们总能看到箭头函数的身影啊 今天咱们就来学习一下 当然箭头函数并不是TS独有啊 在GS当中也能够使用 好咱们就来学习一下 首先知识点有两个 第一 今天咱们看一下如何定义箭头函数 第二 如何使用箭头函数 马上来啊 首先咱们看一下箭头函数的定义 非常简单 大家去看 就这么一句话 这个看起来好像有点天书看不懂 其实它就是标准函数的定义方法 然后呢 去掉了Function和函数名 然后在这个地方函数体之前 加上了一个箭头 箭头由等于号和大于号构成 就这么个区别 其他的没有区别了 好吧 然后呢 马上就是括号 括号里面呢 是这个箭头函数的各个参数 以及类型 然后冒号是这个箭头函数的返回值 然后加上一个箭头 然后呢 大括号里面是箭头函数内容 有朋友会说 你定义这个箭头函数 有什么用 它都连函数名都没有 我怎么调用 对 这个问题问的非常好 这个一般是用于匿名函数 一般比如说处理这个事件 处理回调函数 现在一般都会使用箭头函数定义 为什么 它节省空间 而且效率也比较高 咱们今天就来看一下 如何定义 如何使用 在您今后 不管是做TS 还是做其他的GS的相关的编码 都会遇到 包括这个Angela React VoE都会遇到 咱们先少许 今天看一下 如何定义以使用 咱们先看一下 标准TS函数的定义 以及使用方法 我现在这给您建个文件 咱们先看一下 咱们在这个TS当中 如何定义标准的函数 上期给您讲过 function函数名 然后是函数的参数 没有问题 返回值 然后是函数体 对吧 咱们这是一个加法函数 所以说 我在这个地方 调用add传两值 最后给我返回15 咱们看一下结果 打开控制台 TSC空格 敲上咱们的TS文件 一回车编译 然后node执行 完全都在情形当中 没有问题 出现15 说明什么 说明咱们这个函数 生效 好 那么咱们以匿名函数 或者说建筒函数方法 进行定义 该怎么做 我给您拷贝过来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一个叫做函数变量 我今天就用函数变量的方式 给您讲解 大家请看 在这个地方 我定义了一个函数 咱们这前面甚至都可以不要 上面这前面都可以不要 我这定义了一个箭头函数 它没有名称 对吧 好 我把这个函数 附给一个变量 这是可以的 也就是说 这个变量就具备了 这个匿名函数所有的功能 也就是说 这个变量 它储存着这个箭头函数的地址 好吧 这样咱们也能够同样达到刚才加法函数的效果 咱们试一下 咱们先看一下吧 Light的一个变量等于 然后这是一个括号 括号里面是咱们箭头函数两个参数 然后加上一个冒号返回值 这地方有箭头 箭头的里面大括号 是这个函数体的内容 没问题吧 和咱们刚才定义的ADD区别在哪 区别在于 没有Function 没有ADD 同时呢 在这个地方 我增加了一个箭头 就这么一个区别 它一般是用线上函数 用于逆名函数时候使用 好 咱们马上编译 看看这个代码 是不是也能够通过 稍等 为了让您看的比较明显的话 我把这个值改大一些 刚才是15 咱们变成150算了 好 马上编译 看能不能过 能过 说明什么 说明咱们的语法 TS是认可的 好 咱们直接node 回撤 150 没问题吧 刚才是10加50 现在呢 我调用了一个箭 这个叫做匿名 或者是箭头函数 然后呢 传了一个函数的变量 同时我通过调用函数变量的方式 来执行这个函数体 出来的结果 也是两个值 相加150 没问题吧 这就是最简单的箭头函数的使用 或者说匿名函数的使用 您不要把它想到非常复杂 比如说咱们在读其他人的代码的时候 一发现 怎么会有这些东西 不可理解 没关系 它就是普通函数体定义的一个变形 以适用于咱们比如说处理一些个事件 处理一些回调 写法更简单而已 其实和普通的函数几乎就认为没有区别 好不好 OK 今天代码呢 我会放到看中国的服务器 然后呢 今天视频呢 会传到优酷 YouTube 包括B站 公司下载观看 好 那么今天咱们这期箭头函数的视频 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谢谢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